Slyner前夫张成忠离婚后,搭赏吴亚欣,而对方曾是李宗瑞的前女友 根据台媒的报道,她前夫张成忠自从离婚后这些绯闻就没有停过,而最近还是被拍到和吴亚欣一起约会,但是对方竟然曾是淫魔的前女友 大家认识李宗瑞还是通过很特别的方式,当年因为拍摄了大量的性视频被举报后在大陆这个名字才被传开,所以她的前女友这个头衔实在让人有点想多 在商场的两人聊得甚是开心,不仅约会看电影还打电话叫朋友一起随行给他们打掩护,但好像是没什么用的 没多久张成忠好像就发现有人在偷拍 所以就先带着白色衣服的女性朋友先进去电影院 在看完电影之后除了进去的那位女子,身边又多了一位黑色衣服的男生 想必这位男子可能是偶遇到的,也说不定是早就进去等他们也说不定 等大家都走了之后她一个人才从影院里面走出来 随后自己又在路边打了一辆车后才离去 大家都知道她的前妻就是Sliner,虽然在烧伤的期间还是给予了照顾 可谁知道在恢复期间两人最后还是走不下去了 所以之前的陪伴也让大众觉得是为了不被舆论所以才没有分开 分开后被偷拍到的各种新闻来看她也是比较生活混乱的一个人 不过还值得提起的一点就是好在分开后才反性大发没有伤害到任何人 只是之前被偷拍到和主播亲吻的画面 两人均不承认是恋爱朋友关系,还真是很迷 喜欢这篇文章吗?立刻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吧